程式就是把它print的结果 这个东西呢 你要把它这个档名 总共25个档名 你要把它跟底下的这个哪个地方 底下的这个地方把它做合并 所以又更复杂了 上面跟下面 上面还算简单 下面就已经够复杂了 那你又要再把东西放进来 放在哪里呢 基本上我们还是这样把它取消注解 把它砍做加斜线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改 不过我这边好像我贴到云端上的程式 有个地方有做错 但是它居然可以过 后面都已经提觉它居然都可以过 这真的是还蛮自动防呆的 而且形态要test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要把它变成那个name 所以呢第一个 我们把这个input这个部分不要搬 把这个东西剪下来 那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input 所以其实更简单 你可以甚至inputOS逗点就可以了 逗点input 那个SQLite3 这个可以一起input 就可以扫一行 再来的话贴到哪里 贴到它的上面 这里贴上 可是贴上之后的话呢 记得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这个name有没有 这个print就可以不要了 把这个name放到这里来 那特别注意 放到这边来的话 你就串接到后面就可以了 因为刚刚是串中间 所以要两边的加号 现在不用 现在是只要串到后面去就好了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是用串接的话 这个R就失效 R以前的好处就是 你后面的那个斜线 它会自动帮你变两个斜线 这个失效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变成说 如果你用串接 它就变成你一定要自己手动去 把一个反斜线变两个反斜线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是什么 只要做了这个串接的动作 它就会破功了 如果你不要串接 你用小R它会自动帮你把 那个反斜线补上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 再来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地方 因为你是在这里面 回圈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阶层 从哪边呢 从这一行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SQ 到SQ Many 这边到SQMany 这边有没有 缩排到For回圈里面 所以这边说 1 2 OK 最后再commit 你commit 不用放里面 因为commit放里面反而会拖卖效率 它变成一直在commit OK吗 OK吗 OK 不用那么多事 你就一次就好 最后再commit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应该跑完了 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不用改 可是会有个地方出错 哪个地方出错 因为我刚刚发现的一个问题 台北 打开来 我就想奇怪 为什么一直卡在台北 因为台北这里 它这边有没有 它这边它变成什么 这边给你个空白 变成它这边有物贸好 这边多一篮 本来应该是篮的突然 就是因为它 害我们多一篮 所以就卡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一直 把它怎么样 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执行 它有没有出错 它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存档 把它改回来 好 这个是正常正确的 错误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们等一下执行的话 它会出现这样子 哪边错呢 它会跟你讲说 其实以后 如果你看到这个错误的话 它会跟你讲 SQLite 3的那个 它Programming L 就是程式错误 为什么 就是你跟我沟通的时候 你居然怎么样呢 它这后面有叙述 所以以后你要看懂这个叙述 它说你的那个Statement 就是你目前使用四个栏位 可是你却有五个栏位给我 有没有 意思是这样 我们有四个栏位 可是你却为什么给我五个栏位 那你只有四个栏子 可是你给我五颗球干嘛 OK 那我就要去找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除错一个部分 很多人 那你又慌了 然后同学老师 这怎么办 不用紧张 错 它告诉你了 错在哪里 它也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是跑到哪里 才会出错呢 我因为我这个都有保持什么呢 保持那个Printer 有没有 List3 为什么 因为我就要确定说哪边 它这个有对了 这个有对了 到这边 它卡住了 所以它告诉我说 台北 所以台北市的那个档 所以我就把台北市 刚刚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就把台北市那个档打开来 然后你就要寻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人工作业 有时候难免会出错 如果这个不是人工作业的话 应该就不会出错了 有没有 有误了 这个东西 当然怎么办呢 你就老师 那我增加一个栏位给他吗 我想应该不用吧 你因为他的错误 你就要多一个 就像说你考试 本来应该只能增四个 你就那考试忘了 给他多一个人进来 还增加一个名额吗 那不然就跟他讲 抱歉 我们作业疏失 我们搞错了 应该只能放 那个什么呢 只能放四个人 我们都放了一个人进来 很抱歉 特别重要 这后面也不要空白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 最简单的方法 你怎么样 改一下就好了 不过 特别重要 工作里面常常会遇到 就是说你哪个 哪个档的问题 没关系 就看你就知道 然后把它改完 储存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要除完 然后再来跑一下 其他要不要 其他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 所以这一行也可以把它 print拿掉了 然后把它执行 理论上 看一下结果 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列出来了 不过跑蛮一段时间的 为什么这还print print3 我看一下 append 这应该没有print才对 对啊 还是我里面 这边 这空的 这边又print了 这个啦 这个要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又print了 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最后的结果 有没有 没错 OK 你会发现 那会很久吗 好像不会啊 有没有超过一秒钟 一 二 大概两秒多 对不对啊 或者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啊 如果不用 这次用excuse many 大概差不多两秒钟 如果用原来的excuse的话 会不会更久 这个我就没有答案了 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我之前是试过 我是发现 好像excuse many有快一点 但是至于有快多少 这个可能要 你们再try一下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把上面的这边 把它input always 下面的几行 减下放到哪里 放在这里 有没有 OK 二的话呢 把原来的 那个 这边注意 那几行 哪几行 就是底下的这些 一直到excuse many 所以这个缩排到里面去 到这边 有没有 这一串 把它按一个 按两个tape 按两个tape 然后把这边 改成 name 给它 它就三重 一堆 然后 后面的话 还有什么地方 这边 对对对对 这个斜线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最后的话 就是 台北那个档案 你们可能要自己开一下 因为 因为这个是 它档案的错误 所以 这个可能自己开一下 你把它往下移 会看到油雾 油雾的部分的话 你就是把 这边 跟后面的部分 把它干脆用手动改一下 因为我觉得 只有这个地方出错 并不是 很多地方又多一个 如果很多地方 都会多一个栏的话 那你就干脆就增加五栏 每个都给它五栏 这样应该 可能你还要 事情况去 想办法 不要因为说一个小错误就 全部都大改 那没有必要 你就像小幅度改 小幅度改用人工 这个地方人工一下 也没差很多 反而更快 那这样最后 转起来的话 应该就会看到 最后结果 应该 大概一下子 最后的话 你可以用关键字查询 比如说我想要查 地址 查局号 那你可以再 把早上讲的 那个关键字查询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OK 很不容易 今天的话 我们 最后呢 已经又把 那个前几周的开启档案 跟 那个 OS.work 把它补上去 然后最后的话 把一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档案 批次的合并到资料库 那批次合并进去之后的话 以后你要做什么 做 那个关键字查询系统 比如你要查 哪一条路上 有没有邮局 或者是最后 当然以后 那个邮局 它是不是会有个什么 经纬度 如果经纬度 还可以配合google map 然后可以帮你查 距离你现在的经纬度 哪一个是最近的邮局 有没有 最近 你会不会以后再加一个声控 最近邮局 马上就跳出 最近邮局的那个位置 指向那个地方 那不就更好了 又可以结合 那个 所以以后的话 不止最近邮局 任何的 任何行业都有 比如现在gogo road 很厉害 到处都有那个充电站 它现在也有类似 有这种概念 就是你现在的经纬度 所以它会自动去抓你 自己手机上面的经纬度 然后呢 自动帮你演算 最近的那个充电站在哪里 那马上秀出来 你根本不用找 你就点一下 然后配合google导航 马上可以找到 附近有什么 或者附近小7 附近便利商店 对不对 附近的什么东西 这很方便 其实像我比较常 开车的话 附近停车场 对 所以以后可以配合声控 附近什么什么 你就把那些关键字 把它 因为人找来找去 就找那些 十一住行预乐 还能找什么 对不对 你就把那些整理好 然后再配合精度纬度 然后再配合资料库 我讲过 最重要是资料库 如果你有那个资料库 很多东西才有办法做 没有那个资料库 很抱歉 都不行 你没有资料库 能做什么 所以我一直强调 资料库的重要性 那以后下一阶段的 那个AI的 那个人工智慧部分的话 关键的也在资料库 如果你没有那个资料库 说真的你怎么学习 你学习的过程 历程 所有一切 都要放在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怎么放进去 insert in two就好了 他只要做过什么 insert in two 做过什么insert in two 如果他做过修正 你就update他 如果他那个动作 永远不会出现 你就delete他 ok 如果需要查什么 就slate他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不断修正 不断改进 不断有没有 有的时候 AI其实有个 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他可以不断修正 这个部分背后 其实就怎么修正 其实都是利用资料库 你说用来用去 不会新增 不会查询 删除修改 还有什么 我觉得好像其他的 顶多是说 跑龙套的 主要是这几 主角你要搞清楚 其他的都是 点缀的 ok 所以你搞清楚 你要学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年代 真的要掌握药权 不要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有的时候 其实你说真的 学那么多 你这辈子也用不到 那你学那干嘛 所以 人的生命有限 我几岁 学这个有没有限 没有 他永远都会改变 所以他真的要掌握药权 对的东西赶快学 就学到最厉害就好了 以后的话 这部分的话 应用起来就会 非常的价倾就着 所以今天讲的东西 请各位回去 一定要多花时间 不是只有会而已 还要很会 以后的话 工作上绝对都派上用场 然后把你工作里面 所有东西都建资料库 以后你要找什么 下关键字 马上有报表出现 这个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如果你所有东西 都有database的话 工作里面就会非常惬意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把 也许你身边的东西 做一些整理 工作上也好 生活上也好 尽量去使用这个资料库 然后尽量的去做一个 有系统的管理 我想你的生活 工作应该会 更加的惬意 为什么你都做完了 就这样而已 不然怎么样 对不对 就都在资料库里面 只是你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 你都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我很多的资料库 但是也不见得一定要 但有效管理是非常重要 请各位试一下刚刚的